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最废捧根的刘晓婷 连亲师约云鹏都不放过 让约云鹏直呼想死 在取义界 失诚辈分与年纪是毫无关系的 在德云社这种现象更是常见 就好比德云社的刘晓婷 他在德云社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按辈分 很多比他年龄小的人 他得叫失诗 但是同时那些失诗都得喊他二哥 尤晓婷的表演方式非常的独特 他的长相也长在很多人的笑点上 不仅会讲很多破包袱 二哥的表情也十分的丰富 往往一个现挂就会打得失诗措手不及 可就是这样的他也有自己的软肋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师父岳云鹏 12月9日 这已经是自己的师父岳云鹏 也不仅会迷惑的 破坏着师父 强忍着身体上的不是 为自己的爱徒捧根 这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虽然他一个劲的在那和和师傅 但明显的比张九泰收敛的多了 七队灭霸小黑土豆给张九泰捧根 差点把他给灭了 随着德云社优秀青年相声艺人的层出不穷 很多相声艺人 看来这二哥除了辈分是硬伤之外 他的黑也是一个过不去的坎 其实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像极了他的师傅和孙岳 由于刘晓婷的辈分 他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最受宠的人 当他和上九溪在一块搭档的时候 他就被二哥给拿捏了 这释放天性的表演不仅逗笑了观众 也把站在台上的上九溪给逗得站不起来 德云社第三传人刘晓婷 称约云鹏第一爱徒 德云社在郭德纲不断的努力下 已经成为了国内屈指可数的相声团体 而德云社的刘晓婷就是 当他唱完不少王 这卑微的样子 差点忘记秦潇贤是他师叔了 而秦潇贤除了卑微之外 当刘晓婷成灭霸的时候 那秦潇贤可是可怜极了 其实咱二哥只有师父面前隐藏自己的实力 当他和师叔孙九芳在一块的时候 光他那大脑袋就被小黑土豆给嘲讽了 方方站在舞台上动都不敢动的样子 咱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怂了 其实刘晓婷的表演除了看得过瘾之外 还是有点心疼他的嗓子的 毕竟他可是光凭一张嘴就能逗笑观众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